解管局现在紧盯大陆HTN9的疫情 我们如果算七天的潜伏期 及三天的政策宣导期 算一算下礼拜二十六号是关键 如果不再有发病个案的话 希望下礼拜二就可以解除警报 不过在台湾22家的应变医院 还是做好防疫措施 解管局还向行政院提报动用第二预备金 预计还需要四亿五千万元 把客流感来制成胶囊 防堵HTN9 这个礼拜一定 防堵HTN9刻不容缓 两位专家才刚从上海回来 第二批派往大陆了解防疫的人 农委会正在物色 最快周末就会出发 进所有的力量从不同的管道 在希望去就收集到 对我们有用的资料 所以这个礼拜一定会去 就怕再次爆发隐匿情流感疫情 农委会不敢耽搁 而卫生署这边也做好准备 要只是把病人的一些 一些的呼吸的一些废弃 都会吸取去 不会影响到工作人员的安全 防堵HTN9全台22家应变医院 比照SARS防疫 病患现在发烧站筛检 留院观察30分钟 要是确认病患出现疑似的症状 直接送往复牙病房 过程不需要和外面接触 避免引发大规模感染 防疫强度拉到最高 除了规划派人 常驻大陆 疾管局也预计向行政院提报 动用第二预备金 预计还需要4.5亿元 把客流感的粉剂转制成胶囊 容易保存 卫生署疾管局 农卫会防疫措施 马步停蹄 疾管专家言怕下周二解除 HTN9的关键时间 但就怕疫情在台湾发烧 防疫措施小心再小心 今天新闻前期节 张一华台北报道